免費的App一個喔 第二個怎麼辦呢 就要付錢了 所以 如果說你要第二個的話很抱歉不行 怎麼辦呢不過我現在的策略是這樣 所以說你可以把舊的刪掉 刪掉的話就點這個嘛 這個Settings 你可以把它刪掉可不可以重傳了可以啊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上面的空間當成是 幫你轉換的空間 轉換成APK的一個空間就可以 重整一下比如說這樣就清掉了 反正轉完之後 下一個清掉沒關係啊因為它已經變成APK了我只要APK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把它清掉之後就可以轉下一個比如說我要重傳那記得就是說 把剛剛的網站有沒有 可以直接按右鍵 壓縮喔特別注意就是壓縮成ZIP 你說RR怎麼可以 當然就不行他就要ZIP 只能ZIP喔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壓縮檔在這裡 第二個是我到那個FoneGap的這個 他網址就是build build.phonegap.com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進來之後就是反正你就註冊一個帳號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 預設是空的 類似這樣 你就 upload ZIP file 然後呢 進到這裡面 去找到我剛剛桌面上的那個ZIP檔案 並且把它傳上去 傳上去之後他就會幫我把ZIP轉換成一個APK檔 另外 再加上一個 QR Code 按開啟 這個時候他會 upload 稍微等他一下 他就 upload 成功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會出現 他會問你說 你有沒有確定要 把它變成一個APP 最後要記得按着 Ready ToBeal 他只是傳上去 OK ready to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 iOS預設一定是紅色的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 iOS的開發者帳號 所以他一定 不會幫你產生 iOS的版本 但是如果你有 iOS的開發者帳號 並且已經 登記了 他就會 產生iOS 所以他也是個 跨平台的 一個技術 所以如果說 我們用Android SDK開發的話 很抱歉 iOS是跨不過去的 你要另外用Upture C 自己再去 開發 我會說 你快點 我會說